宋慧桥的35岁,韩家仁的35岁,孙敏珍的35岁,都输给了她的35岁。 说起韩国的女星,估计很多小伙伴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张整容脸,的却在韩国大部分的艺人都做了微整,而纯天然的女星越来越少,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没有整过容,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,反而越来越美。 像宋慧桥,韩家仁,孙敏珍等,这几位颜值与演技在韩国绝对是拔尖的。 1.宋慧桥 1981年出生的宋慧桥已经37岁了,在去年嫁给帅气的欧巴送中击后,被爱情滋润的她也越来越漂亮了,那一张可爱的娃娃脸这十几年似乎没有什么改变,不管是素颜还是装后照,乔美兹的颜值总是那么高,人气也越来越旺。 这是宋慧桥在2016年出席KBS演技大赏识的照片,35岁的她依旧满脸的胶原蛋白,没有皱纹,看她那皮肤紧致的让人羡慕,身材也是那么的好,虽然五官称不上绝世大美女,可那股舒服劲还真是无人能及,绝对的女神级别。 2. 韩佳仁 1982年出生的韩佳仁今年还不到36岁,那张脸但绝对的精致,虽然她非科班出身,可精湛的演技也成为了韩国最顶尖的女艺人。 最重要的是韩佳仁不化妆甚至比化妆还要漂亮,可见颜值与皮肤的状态有多好,素颜女生啊?估计男艺人看上几眼就会心动了吧? 虽然现在也嫁人为人母了,可依旧挡不住被男粉丝喜爱。 上图是2017年韩佳仁35岁拍摄广告时的化妆照,看着颜值哪里像生完宝宝之后的样子,这精致的脸蛋,嫩红的肤色,饱满的状态,说二十来岁都不为过吧,浑身散发住一股人间仙气,美啊。 3. 孙艺珍 1982出生的孙艺珍今年36岁了,也是演技与颜值并存的实力女星,有珠一双迷人的大眼睛,柔情似水的外表,看她那温柔的样子, 4. 似乎就要被她给融化了,出演了很多楚楚可怜,又十分讨喜的角色,如今在韩国女星的地位中,也越来越高。 这是孙艺珍2017年出席活动的照片,原生泰的脸看住真是美,那脸蛋水润水润的,保养的也真是好,如今的她又平级电影《现在》,很想见你诸为百想艺术大厂女子最优秀演技上,真正的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女演员,期待获奖哟。 4. 金泰西 1980年出生的金泰西如今已经38岁了,在韩国最美女艺人中,金泰西被誉为韩国最美女星的代表人物,天然不佳修士的脸蛋被誉为第一天然美女。 5. 除此之外,金泰西在女明星中还是位少有的高学历且非戏剧科班出身的演员,绝对女神级别的。 5. 这是2015年金泰西35岁时的照片,真的是拥有天然标准的脸型和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精致五官,气质还那么好,难怪在韩国的地位又那么高,如今嫁给 5. 这位生下宝宝后,更加的有韵味了。 5. 看了宋慧桥、韩家人、孙蜜珍、金泰西的35岁时照片,终于明白为什么金泰西在韩国美女中,会被誉为韩国最美女星的代表人物,真是纯天然的高颜值啊。 5. 欢迎订阅